今天帶大家去三角曼谷旅遊必去的地方 第一個是食貨一定去的唐人街 然後是拍照打卡必去的鄭王廟 最後是逛街必去的Icon CM 唐人街旁邊就有金佛寺 金佛寺是一個非常出名的景點 順便我們去看看金佛寺吧 金佛寺就在唐人街的China Town Gate旁邊 坐Metro在Wallanpu落車 如果你不想去金佛寺 直接去唐人街的話 可以在Wallmancon落車 門票是100太豬一個人 如果你女士進來的話 記得不要穿老肩 或者是短裙 不然你要買一個圍巾姐著 在金佛之前跟大家說一下它的點故 金佛在十三世紀的時候營造 因為當時戰爭的原因 為了防止人們偷金佛 金佛就被人用石膏覆蓋了 因為覆蓋得很好 到戰爭結束後 佛寺仍然未被人發現它的原樣 1801年 泰國國王拉馬一誓指令曼谷為新的皇國首都 並下令建造更多寺廟 將全國各地被破壞寺廟裡面的佛寺帶到首都 就是這個原因 金佛寺就被人帶到首都了 直到1955年 在運行新寺廟的過程中 吊著佛寺的繩子突然斷了 整個佛寺跌到地下 身上的石膏全部摔摔爛了 工人才發現 佛寺裡面原來是金佛 金佛寺裡面是不給錄影的 所以我只可以拍照給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對比其他泰國寺廟 它的寺廟面積不算很大 但它裝修很金碑廢 看著這個佛寺 其實你們很難想像到它已經跨越了三世紀 還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它是現今吉尼斯世界紀錄最大的金佛 接近4米高 5.5噸重 參觀完金佛寺我們從側門出來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就到台陽街 來到台陽街整個氣氛都很熱流 我們見到有很多傳統的老店 看來應該都有幾十年歷史 例如這間餅店 買的都是手工做的餅 我記得我小時候見過這種衣車 之後都沒見過 應該成為古董 每途我們走到一個內街的市集裡 發現有一座關帝廟 這間老水我也很出名 耀華力路是唐人街的主降島 沿途你會看到各類的路邊攤 晚上的話還會更多 有很多金佛 你看到賣金的 不知道700間金佛 是整條路都是 少數的特別多 這道路就是賣山煙海鮮 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吃山劍 看到山煙蝦蟹都想試一下 只有幾天的行程最多的地方 所以最後沒有市道 如果怕吃山冷東西的話可以吃水果 水果種類也很多 當然少得還有榴槤 如果想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蝶子 還有其他叫不出名的昆蟲 蛋白質豐富 各類型的海味都有 賣魚刺和燕窩的餐廳 或者路邊攤也不少 你這麼熱走這麼久 肯定要喝一杯野青 補充一下水分 來到泰國 有一樣東西一定要吃的就是芒果吃飯 芒果又甜又大隻 超甜 我推薦這間甜品店 叫做百浦甜蜜 他們有一個甜品叫 阿華甜果山布甸 上面好像是Creamy 好阿華甜 阿華甜不太甜 但很滑 加上阿華甜 剛剛好 唐人街區域其實也挺大 時間充滿的可以下午過來 一邊走一邊吃 周圍附近探餐店 到馬黑這邊更加熱鬧 我們走完唐人街之後 在附近找了一個杜輪碼頭 準備出發去鄭王廟 橙色旗杜輪票價是每人16台豬 在船上都可以買票 大家坐了10分鐘就到鄭王廟 我們分了四種顏色旗 第一種是橙色旗 第二種是黃色旗 然後是黃色旗 然後是黃色旗 還有紅色旗 他們都屬於同一間快船公司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搭橙色旗的杜輪 因為它碼頭是最多 記住以下碼頭就夠了 去鄭王廟之前記得帶齊現金 因為他們只收現金 門票是100泰珠一個人 還會送你一瓶水 鄭王廟是曼谷最著名的寺廟之一 泰珠10元硬幣的圖王就是鄭王廟 鄭王廟裡有五座佛塔 中間的主頭是層層往上遞減 高度達到80米左右 四面都有樓梯可以往上拍 最高那層可以看到微南河的風景 可惜現在不讓遊客上去 大廟的圖層 走著仔細看塔的外場 除了有複雜的標數 還傷陷了當時中國雙船運來的彩色陶瓷 鄭王廟最漂亮是在黃昏到無光的時候 坐一坐地看著這麼美的日落和佛塔 真的不捨得走 晚上開燈後又是另一種感覺 當石燈將佛塔打亮的時候 就要拿相機出來拍照留念 拍攝黃昏最佳的位置 是在河的對面 我們去完鄭王廟現在坐船 去IconCM 觀光船有兩層 是30泰駐一個人 可以看到夜景其實也挺划算的 IconCM應該是不買最豪華的商場 保持了16億美元 文化東方酒店就在這裡 如果坐BTS來的話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要轉線 從六線轉金線 從這個站出來 就到IconCM 第二個就不需要轉線 坐到河對面的這個站 從1號出口出來 然後跟著指示牌走兩分鐘左右就到碼頭 這裡有IconCM專屬的Shuttle Ferry 免費坐的 10分鐘左右就坐到IconCM 坐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IconCM裡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餐廳 這裡是把水上市場復刻了出來 這裡在美食攤位 還有很多特色的手工藝品 有些買手飾、頸鏈這些 還有一些是買擺設的裝飾品 我走一圈之後發現這裡攤位超多 有Patt Thai、燒烤、龍蝦、豬手飯 跟其他夜市一樣有這麼多選擇 這個單隔是比外面的路邊攤貴少少 但勝在它的環境市場 有空調、有專門吃飯座的地方 Cocono Ice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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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我們就繼續逛街 這裡一共有八層 一層基本上都是各地奢侈品牌 往上行還有Porsche Apple Store 還有日本最大的百貨 Takashima人 這裡有這麼多寶桌可以走 男士記得要和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分開走 不然你荷包就大出血了 假如你買過2000泰銖 記得跟店員說你要憑你退稅手續 這裡很適合行程最後一天來 因為如果你有手術未買 有街未行夠 又或者小食未吃夠 這裡可以一次過滿足你三個月 媽媽 媽媽 如果我這條視頻幫到你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OK 看看 媽媽 晚上10點左右 還有船可以過河對面 剛剛CM有五個碼頭 所以看清楚自己去哪個碼頭 走起 他想說 在水準時會回來 在水準時會會學會 兩位 一直在水準時會 飛行 腳掌握